因為習近平就告訴我們 九二公司是一國兩制啦 這怎麼會同意呢 不是習近平講的 九二公司一國兩制 是蔡總統自己把花扭曲的 不是習近平講的 你去看習五點 習五點絕對沒有說 壓單邊是最簡單最廉價的 那蔡總統你有沒有辦法做到等距 你沒辦法嘛 你就是抱美國大腿 一路靠美國 一路到現在 這樣子是不對的 所以我們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子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子 蔡總統你大陸就變成這樣 你沒有辦法發揮國際關係 外交的等距的藝術 然後大家都看破你的手腳 你就是靠美國 因為這個五月二十四 WHA要做那個視訊的會議 我們又沒有拿到邀請函 請大家注意喔 綠媒會講說 好多國家聲援我們 他聲援我們去當觀察員 他不是讓你去當會員 觀察員就是說 你要跟非政府組織做在一起 你不是國家 然後我們一直很想去 拜託你證明我我不是國家 拜託你矮化我 拜託你叫我Chinese Taipei 我要跟非政府組織做在一起 這個我們就要聲援呢 這個在利用我們 我們不要去當觀察員 我們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們要維持我們的國格 我們不抱美國人大腿 那是抱的嗎 抱郭哥的大腿嗎 當然是抱美國大腿 現在情勢是沒有辦法 我現在講很簡單 美國大腿抱完以後 如果你抱著緊的時候 這個時候老共就會 老共就會想辦法來爭取你 我回應一下啦 就是說這個台灣現在 或者是南海是全世界最危險的地方 跟蔡英文 是因為蔡英文去抱美國 還是中國跟世界為敵 然後拿南海來出氣 擴張她的權力去侵害菲律賓 去侵害日本 施行一個海警法 我想這世界是有公論的啦 不是因為我們 蔡英文當選 然後不拿九二公司出來 然後就海峽 就關係這麼糟糕 就讓台灣海峽變得這麼危險 因為蔡總統的國家戰略是錯的 他的整個國家戰略錯的嘛 他根本就 你不承認九二公司那些都是意識形態的問題 那個我尊重蔡總統的決定嘛 因為習近平就告訴我們 九二公司是一國兩制啦 這怎麼我們怎麼會同意呢 不是習近平講的 九二公司一國兩制 是蔡總統自己把花扭曲的 不是習近平講的 你去看習五點 習五點絕對沒有說 他有台灣方案 一國兩制 蔡總統說 我們不要再談九二公司了 這個不對 那如果不談九二公司 為什麼我們現在有陸委會呢 為什麼我們去大陸不是用護照呢 那就改啊 九二公司之前就有陸委會啦 那個 不是你決定的 也不是我決定的 對啊 這也是啊 我希望你能夠讓我講清楚 因為是蔡總統的國家戰略錯誤 我們今天才會走到這一步 你選了總統選了執政 蔡總統他有817萬票 他帶領國家往前走 我沒意見啊 但是我身為一個評論員 我是要告訴大家 你認為蔡總統的國家戰略是正確嗎 你如果認為蔡總統的國家戰略是正確的 那我也沒話講 這跟全世界的觀點完全不同 不是全世界的觀點 全世界觀點不是美國說的算 不是那些西方媒體五眼聯盟說的算 那個不叫全世界 歐盟都已經告訴你說 我跟中國不同於中國這樣子嗎 那你要講歐盟 法國參議院304比0 聽我們去參加一個 用觀察員參加WHA 這樣好嗎 大家不要忘了 當初馬政府去參加WHA的時候 民進黨是怎麼罵馬英九 然後現在民進黨說我要參加 這個 你當初不是罵馬英九嗎 那你怎麼現在又要參加呢 YAHOO